印度有那么多人口 为何享受不到人口功利呢 有几个原因 导致他们发展不起来 我国不仅土地辽阔 人口也非常多 连很多国家羡慕 因为庞大人口 也是经济腾飞的基础 1980年我国的GDP 才0.46万亿美元 那时人口才9亿多 在改变开放后 各国工厂纷纷开到我国 我国的大量劳动力 涌入城市打工 不仅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 还带动了工厂周边的经济 做小生意的老板越来越多 就业机会遍地都是 使得全国经济剧增 到了2021年 我国的GDP超过了100万亿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可否认 巨大的人口数量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 就没有充足的劳动力 那么工厂也不会那么多 经济根本不会增加那么快 但人口真的那么重要吗 印度在1980年时 GDP为0.19万亿美元 总人口近7亿 两国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如今印度人口也已经突破了14亿 与我国相当 按照我们常说的人口红利 印度的经济也应该快速腾飞才对啊 可是事实却相反 2021年 印度的经济才3万亿美元 比我们差了几十倍 同样的14亿人口 印度却享受不到人口红利 令人深思 印度拥有那么庞大人口 却发展不起来 一大原因 是印度的社会问题太大 印度的富豪和基础人员很多 但是贫困人口更加多 穷人没钱消费 无法让市场繁荣起来 而且这些贫困人口 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 导致整体人口素质偏低 在这个工业信息时代 不识字没有技术的人 无法参与现代化建设 创造不了价值 这就是我国为什么 对教育那么重视的原因 现在的很多工作啊 需要运用到高科技 所以工厂都比较喜欢 用有学历的人 就算是普通的服务员 也更喜欢用受过教育的人 因为这些人的素质 礼仪整体比较高 印度的情况是 没读过书的人 无法从事难度高的工作 而读过书的人都跑到国外去了 所以啊 他们的工业体系迟迟没完成 无法吸收庞大的就业人口 经济自然上不来 再者 他们的种族等级分化的很严重 有一些人出生就注定 一辈子只能是个低层 他们不能跟高种性的人通婚 甚至一起生活 这样会导致两个问题出现 首先是高种性歧视低种性 种族矛盾很突出 两者很难融到一起 根本不能一起工作 由于印度的低种性 总能被歧视 一辈子基本无法翻身 所以干脆就不去工厂上班了 大家自给自足 工厂发展不起来 消费力度也不高 很不利于经济发展 有很多朋友认为 工厂也不是个个都要开机器 工厂里也有很多普工岗位 根本不需要文减 只需要力气即可 而事实上由于员工的工作态度问题 会增加企业管理成本 在工厂上班的朋友都知道 很多没读过书的年轻人 对待自己的工作 都是无所谓的态度 想上班就去上班 不想上班就睡觉 连招呼都不大 这会造成很大问题 开工时人手突然不够 工作就不能进行 大大影响了效率 这对企业来说非常致命 而有工作素养的人不一样 上不了班至少会打声招呼 让领导好安排工作 而这样的人 基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更重要的是 印度人的思想不同 之前 印度工厂就传出工厂罢工 员工打砸工厂等信息 因为印度人很少管教 所以一遇到什么不可的问题 更容易动手 即使有人口优势 也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 没有什么企业喜欢这样的员工 不过 最近听说有很多工厂搬去印度 你认为 未来印度会像我们国家一样成功吗